郭文貴議員 不是說我們要對這個所謂補償提示這個乾坑法案不是這個行刑 而是在這個多數的這個鄉親的他們的這種這個意見 我們政府應該是要真的是面對這樣的一種這個這樣的一個現實 而不是說我們以這種所謂依法行政 那我們就可以說完全不理 我個人不太贊同這樣的一個作法 我們都瞭解到說在這種這個當時的這個兵義法跟兵義法施行法裡面 當然是有很多可以有這個動員召集 可以有臨時召集是沒有錯的 但是我們都瞭解到齁 在這個當然現在這個這個兵義法跟兵義法施行法 他的條文都有這個變動 那麼在在當時來講的話這個兵義法18年的兵義法37條來講這個貨幣經營的召集 有這個動員召集跟這個臨時召集 那麼當然在這裡面那麼有在這個 四十九十七條就是說這個兵義法施行法 十九年修訂的兵義法施行法第四十七條 有講到動員召集開始是十日已變成部隊 由總統依法頒布這個動員命令來定制 那麼當然我們曉得這種這個情景在第四六條裡面 有講到動員召集的範圍人士 但是他沒有講到這個所謂服役的期間 那麼在我們的四十八條裡面有講到臨時召集日營的這個服役期間 在暫時或非常事變時 以動員召集令 以動員召集同 那麼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法律上的一個規定不是非常明確 但是我們不能夠說這種這個臨時召集 在當時這個 我們看到這個從這個當時的召集 那個期間裡面 我們在跟這個大陸他有很多的這種戰勝的這種情況 比如說在金門的 這個 這個 禮拜一禮拜二 等等的這種互相砲擊的這種情形 那麼建立也沒有這種廢詞 他當然是一個戰時的一個狀態 那麼假如是一個戰時狀態來講的話 四十八條 應該是一種這個 講到這個臨時召集日營的這個服役時間 在暫時 以動員召集同 應該是由這個 這個總統 要依法 頒布這個所謂動員命令 才可以說符合這個法律的規範 所以這個也是使用法律上 規定不明的一個狹窄的情形 那麼另外在所謂這種這個行政命令來講的話 當然 兵譽法實行法 是我們兵譽法的一個組法是沒有錯的 但是 這個組法是不是能夠超越這種這個 兵譽法的這個規定 就帶有疑問的 雖然我們在這個行政法裡面有講到說 他是一個依法律授錢的一個命令 但是依法律授錢命令不能夠超越這個兵譽法的規定 我個人是認為說這樣的一種情形 是顯然 是有這個瑕疵的地方 這個有 oke吃鏡ive的地方 方為了 這次行政法定夾算命令 還有 中共 violえ 那 把它 有